那你说一场聚会 你能够聚会到多少人 况且他们也没透过什么网路 他们也没什么透过什么宣传 自然而然来了两三千人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种宫庙势力之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词说的主角 仁章有话 今天是2月16号 大年初期 应该收价 今天是大年初期 我还是在这个地方 向各位观众拜个年 祝各位新年愉快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们讲到了宗教政治学 尤其是道教这一块 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台湾一般看到的 几乎都是以佛教为主的活动比较多 像佛光山 像法古山 像正言法师 像中台禅士 这一些都是属于佛教体系 台湾你很少人注意到 台湾真正很少人注意到 道教体系 道教的体系 那佛教的高僧跟法师 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 是有蒙古的张家活佛 他是内蒙古的张家活佛 还有须云法师啊等等 他们是跟着普陀山的须云法师 他们是跟着蒋介石到的台湾 那这一些都是属于佛教系统 但是大家很少讨论到 其实对于台湾政治影响最大的 反而是一个道教系统 这个道教就叫功庙 就是功 道教这个功各位去看 各位仔细去看 这一些功 他的规模确确确的说并不大 但是他信仰的是非常的多 你尤其各种的祈福于世 或者是除魔于世 驱魔于世 都是以道教为主 蔡英文就是相信这个 陈水扁他也非常相信这个 但是李登辉跟马英九 因为一个是基督教 一个是天主教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宫庙系统 大概比较不熟悉 但是陈水扁跟蔡英文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们从小就在这个地方成长 尤其是道教 因为他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所以每一年到了大年初期 为什么宫殿都要进行上扁仪式 他主要就是说 因为玉皇大帝是道教的政神 玉皇大帝原始天尊等等 几乎都是道教的政神 我们从这个地方 各位去看一下 其实台湾民间最多的反而 不是说佛教的庙 而是佛道并存的宫殿 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 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们到了大年初期 都会去参加 或者是观礼 匾额上梁的仪式 匾额上梁的仪式 一个匾额一块一块的挂上去 我可以告诉各位 到了大年初期 我曾经被一个场面吓到了 参加的人数 参加那个宫殿并不大 参加的人数 三四千人 从宫的镇殿一路排到马路上 还要警察指挥交通 就是说这种三门仪式 三是三峰的三 门 好 门是大门的门 这种三门 三门仪式挂梁大碟 挂扁大碟 一次可以两三千人参加 那你说一场聚会 你能够聚会到多少人 况且他们也没通过什么网路 他们也没通过什么宣传 自然而然来了两三千人 你就可以看到 这种宫庙势力之大 难怪这些政治人物 就喜欢在过年期间 你跑到这些地方来 我们很少看到政治人物 过年的时候到百货公司 过年到公园 过年到山上走走 没有 我们反而不断的看到 这些政治人物 就从南到北的 就喜欢参加这种上扁仪式 因为能送匾额的不多 如果一般人去送 他也会收 但是政治人物送 意义不同 意义真的不同 所以每一年的上扁仪式 我可以告诉各位 大概只有 差不多只有二十多块而已 二十多块扁仪而已 但是都是送进 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宫殿 就是道教的宫殿 蔡英文为什么送的最多 原因我讲过 跟张天师之间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陈水扁 那也送了不少 陈水扁是历任 最相信这个 这套信仰价值观的人 陈水扁因为他从小就在公庙 旁边长大 所以他对于公庙的历史 他对于公庙的历史 比历任的 李登辉马英九 他们都要 还有包含蔡英文 他们都要清楚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阿扁的两次选举 都能够赢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其次我们必须要说 蔡英文 他每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 几乎都是过年 可以这么说 没有过年的时候 他不会去公庙 但是一到过年 他必然到这些地方 发红包 发福袋等等 那马英九 李登辉 跟赖清德就很少见 我特别讲赖清德 赖清德是两年前 他就开始发红包 发福袋 各位为什么 因为他要出来选举 所以呢 他发钱的地方 永远跟蔡英文隔座三 所谓隔座三 我这边不妨讲一个小故事 赖清德担任蔡英文副首 蔡英文特别交代 不准联访赖清德 就是说 第一个不准联访赖清德 第二个 不会允许赖清德跟他同行 所以各位去看 你蔡英文每到一个地方去发 如果蔡英文在北部发 赖清德就在南部发 赖清德在南部发 蔡英文就在北部发 你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一些问题 从公庙这件事情里来看的话 毕竟赖清德对蔡英文来讲 赖清德是个异教徒 这一点 从公庙上的匾额 悬挂的方位 位置的顺序 前后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赖清德为什么送了一块 蔡英文为什么可以送四块 蔡英文 词